在英马来西亚报道 目前学校都复课了 但是都禁止学生在食堂用餐 那学生也只有在课室里享用自己的LFU 那为了让女儿真的健康 爸爸就得胜 一天特地早起 亲自回宿舍便当 让女儿拿去学校享用 随着马来西亚疫情缓和 政府允许学校逐步让各年级的中小学生恢复上课 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政府禁止学生在食堂用餐 学生在教室里用餐 成了马来西亚的新常态之一 如素六年的邱仪西 手中的便当有别与其他同学 我爸爸妈妈他们是觉得自己带食物比较健康 觉得自己带便当会比较理想 邱德胜是印刷模公司的老板 每个工作天从早上八点忙碌到下午六点 即便如此 他依然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 为孩子准备素食便当 每天大概是五点四十五分左右 今天为孩子准备意大利面 每天都会准备不一样的食物 有时候是准备食谷粥 有时候会准备面 有时候准备饭 身为一家之主的邱德胜 其实也是守卫为一家人打开素食大门的人 我跟师姐从2014年加入吃剂了 过后开始培训 然后就开始乳酥了 慢慢孩子也开始吃素 这个COVID-19对我自己来说 就是像上人说的来不及 对于地球 对于动物 很多的病菌都是病种恐怖 只有乳酥 然后减少这些病菌的感染 我同学还看到我带便当来 他们都会有一种羡慕眼神 这样子 我是吃素嘛 所以就可以帮忙爱地球 同学看到我的便当的时候 他们也会想要一起来吃素食 父亲腾出时间 准备的素食便当 装满了对孩子的爱心 和获生的决心 大爱新闻谢九龄 蔡迪跟李佳英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根据大马素食连锁店 Simple Life的一份调查报告 25岁以下自45岁的青年 占了客户群的60% 那由此可见 选择素食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人 追求时尚生活品味的另一个选择 而这一波疫情 或许就是一个带领我们 踏入素食生活的一个企迹 把时间交换给佳蓁 好的确 其实素食也是踏入时尚潮流 现在真的是非素不可 也看到了爸爸做的爱心便当 女儿吃的天天都开心 的确打开这道门 是吃出了醒觉 也吃出了对地球 对动物的这一份